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定理 命题非常简单 就是在有界必居家上面 连续函数就是均匀连续 这些大定理的大概都是这样子正 反正假设它不对 假设它不对 假设它不对意思是什么样子 假设它不是均匀连续 所以事实上这里也不容易找图画的 就按照我均匀连续的定义 假设它不对 假设它不对就是说存在一个ε0 使得是怎么样 就是我有随便一个delta 我都有一个x跟y x跟y的距离小于delta 但是呢 就是存在一个x跟y 在我的区间里边 那然后呢 我的x跟xy是大于等于ε0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呢 如果f不是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想办法将它变成一个sequence 数列 怎么变 你的delta是随意的 你可以 跟π分之一 你可以是0.01 可以是什么 我就是让它是等于 n分之一 那如果是n分之一的话 n当然是任何的正整数 那你就有一系列的x跟y 那那些x我叫xn y我叫yn 所以xn跟yn就是越来越接近了 好了 下一步怎么样 下一步 有什么想法 你有这对xn 有这对yn 我们威力强大的定理就要去 你有什么武器你就要拿出来了 对不对 重型机枪还是怎么样子 那我们的重型机枪是 Bossano-Waerstrass定理 他说你这些xn 你这些yn 它们都是在区间里边 有这些b区间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convergence xn-subsequence xn-k 去向x0 是不是 Bossano-Waerstrass 那 yn-k会怎么样 对照的yn 它们不是越来越接近吗 大概也是要去向x0 好了 你只有一个点了 那你就可以讲连续了 你这个是现在什么样子 就是你这个xn-k跟yn-k 这个图画就可以讲了 x0 然后xn-k 譬如说它从左边走过来的 这个是xn-k yn-k是从右边走过来的 这个是yn-k 那你如果是连续函数的话 就不是了 因为对ε0来说 我只有一个小delta 我叫delta0 里边的任何x跟x0的差异 都要小于delta0 然后它的函数差异 就可以小于ε0 那现在你的xn-k跟yn-k 这么接近 矛盾就产生 ε0 ε0 这样你原来是一个有借弊区间AB 你现在这些xy可能荡来荡去的 我都搞不清楚是在哪里 可是因为ε0 我将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散乱的现象 给它聚焦在一个点 在这个点 我就可以有反正的机会了 有反攻的机会了 对不对 那这个证明就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这个不对的话 这个不对 那因为是有借弊区间 所以我要有convergence of sequence 而且你这个x0 也是在区间里边 那所以我连续嘛 这个点连续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连续条件 来去驳斥 你这个所谓的均匀连续有问题 你这个所谓的不均匀连续 这个讲法是有问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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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多一些细节 所以假设不对 我就是存在一个ε0 然后随便一个delta都会有反例的 特别的话这个delta就是n分之一 我就有一个xn跟yn 然后xn跟yn是接近 可是函数值却不接近 是这样子 就刚才所说的 我就是利用 这是xn跟yn 所以是在有界b区间里面的一些数列 当然是bundant 所以Bosanova-Strastin里就说 一定是有一个conversion subsequence 具体来说就是有一个subsequence xnk它会收敛到某一个x0 x0是在ab里面 然后你的ynk是什么东西呢 就会是等于ynk-xnk再加xnk ynk跟xnk的差异当然是去向0 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是然后而去向0 而这个是x0 所以我就确定这个ynk呢 一定要收敛到x0 所以它们在x0附近的 那这个是第一步 你找出这样子的一个x0这个点 然后第二步就是说 那 现在对照着这个epsilon 0 我就有一个delta 我就有一个delta 我叫delta 0吧 使得呢 就是我的随便一个x 跟x0的距离是小于delta的话 delta 0的话 我的fx就是跟那个fx0距离就小于epsilon 0除于2 那这个delta 0的范围 我们刚才说了 当xnk跟k大的时候呢 xnk跟ynk就会走进去了 很明显它会走进去 所以这些大的xnk跟ynk都会满足那个条件 这个条件那就矛盾了 他们所以 好 这个是细节的 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delta 0来说 我们都有这个 当k大的时候 xnk跟ynk 他们都受恋x0 这个k当然是我们选两个都合适的 那个比较大的那个 那都会满足这个条件 那因此呢 我就是有fxnk跟fynk 它们的差异就会小于等于 它们的差异呢 跟x0没有关系 但是我可以插一个x0进去 插一个x0进去 减一项加一项 那就这个形式呢 就会像我的这个1 1这个形式 那这个1呢就告诉我们 它们既然满足跟x0的距离小于delta 0 1就是会满足 那就是两个像 每一个都是eps0 所以合起来就是一个eps0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跟我这个 我知道这个叫2 跟这个2不是就矛盾了吗 你xnk跟ynk不是就是xn跟yn的一部分吗 你找到一个不对 就已经不妥了 现在是 事实上你找到无穷个不对 是不是 那好 那所以这个矛盾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你这个not 为什么你当初要假设not 那你not是不行的 所以你只有yes 就是eps uniform continuous onab 那就证完了 所以应该delta 0 我们这个这张呢 最后一个课题呢 就是所谓的我们平常函数的那个连续性 x的r方 这些好像是多像是 但是这个r可以是任何的实数 a的x方 log 三角函数 这些我们都叫一个所谓的初等函数 那 它们都是连续的 在它们的那个定义域上面呢 它们都是连续的 因此我们画图的时候呢 只要画几个图 几个点 我就将它连起来 大概就是我的函数的这个形状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可能在这一点呢 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微积分来说 要考虑这些东西 我们这个高等微积分 按道理一个高等一点嘛 为什么要考虑这么低阶的东西 那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告诉你们 就是这个连续函数是重要的 是重要的 你想一想 你是怎么样子去导 这个sine x跟log x的那个微分公式 大家回去回顾一下 那你的 那你的 就是 我们要找微分 这个sine x的微分公式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sine x就是等于这个的limit 是不是 是等于这个的limit h去向0 你想一想你当初是怎么找的 这个是 我先不管limit 我看这个 你是一个简单的方式 你就是利用合角公式 这个减的话相当于就是 我们刚才世界上用过的 就是cos cos 是cos的x加h 是两个合 除以2 然后sine的x 除以2 是这样子 好 所以 他们的这个 limit是什么 他们的limit是什么 没有 没有 还有一个2 在那边 对 还有一个2 在那边 那个核叉的那个 这个转法 那些是重要的 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赶快回去再复习一下 也不难 那 你这个 这个 这个2分之h 事实上 我可以再写一行 它是这个东西 所以是x加2分之h 然后 这个是sine的2分之h 然后这边事实上 也是一个2分之h 是这个limit 那 当初是怎么样子说 这个 这个微分子一定是cos 这个当然是一个重要的 微分公式 对不对 就是因为 这个的limit 是等于1 那这个呢 这个当然是等于cos 为什么它等于cos 因为 cos是连续的 你没有这个 你怎么说这个等号 这个等号有什么意思 是因为各自都有limit 那一个limit是你做出来 另外一个limit就是 因为cos是连续的 所以才对嘛 是不是 所以连续性重要嘛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是 log log 的微分 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 lnx就是等于 log ex嘛 这个是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那所以我要讲它的微分 是怎么讲 是这样子 差一点点 找这个所谓的斜率 tick limit h3向0 不是这样子吗 那这个是什么 x分之1 这个是什么 这个log 相减就是 相当于里边的相除 里边的相除呢 就是1加 是这个 好 那trick呢 就是在这里 我这里乘个x 分母出个x 为什么要做这个 因为 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 很像 好 那 然后 我怎么做 下一步怎么做 伸上去 伸上去 那x固定的 这个log 当然我们假设x大于0 固定的 然后我要求是 limit limit什么 h去上0 x固定的是h 我在变 这个是limit h去上0 然后limit h去上0 是这样子 好了 那 那个做法是怎么样子 是这样子一个指数 它是相当于就是说 一个1加 t分之1的t方 t去上无穷 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因为 当x传小的时候呢 这个h分之x就是去上无穷 所以 这个的limit 要去哪里 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是等于1 是不是 然后 log of这个东西 就去上log of1 log of1 等于 所以 就做完了 好了 问题是 这个是去上1 就是因为我们对1 有充分的了解 它是原来是1加n分之1的n方 然后呢 我们还做一点点的不等式 我知道就是说随便一个x 这个n 可以变成是任何一个实数x 都对的 而且不只是x去上正无穷 x去上负无穷 这个limit都是 都是这个1 这个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那但是为什么 log of这个东西 只需要log of1 我有一个sequence xn去上1 那我说logxn 只要去上log1 为什么 因为 叫什么 因为 连续 log是连续的 sequence走上去 你的函数 配这个sequence 也是走去同样一个极限 你没有这个 做不过来 是不是 所以去年你学这个的时候 你有没有察觉到这个东西 没关系啊 我们都给人骗的 是不是 是不是老师骗着你 我不知道 当然我也给以前的老师骗了 有时候讲得太清楚 也是很累的 就是每一个东西太仔细很累 但是 你总得 总得 总得有一个时间 要将东西给它清掉 所以这个 log of the 就是说这个连续的东西是 就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我们没有它的话呢 就会有一些似是而非 这个言格 这两个字就讲不下去了 那因为我们有这个连续的概念 我们这些呢 是清清楚楚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地方 就是要对 是这个样子 没有什么可以挑战的 可以疑惑的 它都是都是对的东西 我们而且也要用上才 东西才 就是说这个这个基本概念要弄 弄下去才才会过得了去的 好 所以 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 这些函数都是可以微分 所以它们当然是连续 但是 你这个次序就是说 你要先讲它连续 你才可以讲它微分 你就是用到它连续 才可以讲它微分 如果你不用的话呢 那OK啊 那就省事了 那现在不是 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需要用到连续性的 所以这个是要各自去先探求 将这个洞给它补上来 我后面的东西呢 才 才是成立的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这里呢 我们花一点时间去给它 所谓的补充一下 那这些 当然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对的 所以我第一个 fx等于x的n方 是不是连续 那如果n是 n是整数的话呢 n是正整数的话 甚至n是0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简单 对不对 那因为是 就是你的 就用微分 如果是n等于0的话 那个fx呢 是等于1 这个当然连续 你用sequence来看就知道了 那这个我不多说 n大于1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就是说我的 只要我任何的xn 去向x0 我 这个做法是这个样子 你fix一个x0 在r里边 然后 所有的xn 去向x0 我的afxn 事实上就等于xn 我用xn可能不好 我要用xk 是xk自乘 乘n个 是不是这样 但是每一个都去向x0 所以 这个不是就是x0的 n个x0 乘在一起吗 就是我们前面的定理 这个乘法的定理 有用得上 所以这个是等于fx0 那这个就是连续嘛 任何sequence走上去 fxk就去向fx0 不是就是连续吗 在x0那个点连续 但是x0也是任意的 所以它就是 f是continuous x0 是这样子 那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函数 从这个函数 你知道 多项诗啊 当然是连续 分数啊 有理函数也是连续 这个是不多说了 那下一个是fx等于 等于跟x 那这个刚才不是讲过吗 它是均匀连续 那均匀连续 自动就连续了 所以我们是从最基本的讲起来 所以这个是已经OK的了 已经正了 就不多说了 那在下一个sinex sinex我们刚才也正了它均匀连续 所以它也是连续 好 所以这个也正了 那 cos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用的是cos 这个当然不难 那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利用sine 因为cosx是等于什么 sine的二分之π-x 然后这个是一个合成 那二分之π-x当然是连续 在sine 经过sine 三是连续 两个连续上次的合成 当然是连续 就是continuous 就不用多说了 那当然 你利用刚才的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 利用基本的方法也是可以做cos 跟sine类似的 就是cosx-cosy 是等于 是等于 那个x 是等于 -2的 sine x加y 除以2 sine x-y 除以2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绝对值 就是这个绝对值 就是小于等于 两倍的 这个是小于1 这个是小于x-y 除以2 那这个delta就是等于x 等于ε 很明显 那就是小于delta 我就12等于ε 那就OK了 所以那你有这个sine跟cos 你其他的三角函数 当然就是在他们的定义上面 都是连续的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分数 那麻烦的地方是 这个分母可能等于0的地方 那这些limit就过不了去 那其他 那这些地方是在哪里 就2分pi 正负2分pi 正负2分之5pi 之类的东西 那你的 譬如说tang x 在那些地方就是没有定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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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写什么 on their domains 在他们的定义欲上面 他们不定义的地方 就讲不了什么 没有定义的地方 就讲不了连续 但是在他们的定义欲上面 都是连续的 比如说这个是tang 这些点我们就不讨论了 其他点都是好的 我都是一笔画的 连续一笔画 那 是这样子 以上的 都是比较简单的 那 接下来 a的x方 我可以假设a是大于1 a是大于1一个函数 那当然我们了解了a大于1 那 a等于1 那这个是一个常数函数 也没有什么有趣的 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 但是a小于1 大于0 那这些a呢 都也是有趣的 但是 你如果了解了这个以后 那个根本就是 就是这个的导数 所以呢 也OK 所以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注意力 限制在a大于1 那这里就要有定义了 那 怎么叫做a的x方 什么叫做a的x方 当然事实上 如果你想清楚的话呢 a的0方 当然是等于1 然后如果xn的 n是正整数的 我当然也知道 它就是n跟a乘在一起 那这个都是容易定义的 那然后a的负n 就是等于an分之1 这个也知道的 我们事实上是一步一步来的 这个n是 这个n是 这个n是正整数 那然后 所以有这些 然后就是到分数了 分数的定义就是 这个分数是 这个分数是 所有的号呢 都是在这个分子 分母呢 是要正的 那我们就有这个所谓的n n次方跟 的n方 其中这个m呢 是 m是在 是正负有 是正整数 那上面呢 已经搞清楚整数 是什么 什么样子讲次数的了 那这个n呢 是 任何的分数呢 我都可以这样子去定义 那这个 当然呢 这个n次方根 是 这个是 是 新的 这个b等于a的n次方根 是弱且为弱 就是 这个b的n方是等于 a 是这个意思 那事实上已经有反函数的 那个味道在里边了 那好啊 那这些都是有理数 那如果无理数呢 如果x在r扣掉有理数 那a的x方是什么 那我们是定义成就是 它是一个limit 就将有理数 这是一些xn 而xn都是有理数 去上这个x 这个选择有很多啊 会不会不同的xn 收敛的也是一样呢 当然是不会 那这里呢 我想我是没有时间去 去 去 讲太多 那我 我用几个fact 给它综合 我会写一个稿子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东西的 就是这些理据呢 应该都要搞得很清楚的 就是这个ax呢 是有定义的 就是你随便一个xn 它是去上x的话呢 axn 起码它要抗洗啊 它要收敛 然后这个limit是有的 然后而且呢 它是唯一的 就是如果我找到另外一个yn 也是收敛到x ayn也是收敛到同样一个数 这个数呢 我就叫就是a的x方 是这个样子 这个叫做所谓的uniquely determined 它是可以唯一决定的 是一个时数 那这里都需要小心去处理的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fact 这个是对的 我们没时间去给它证明 第二个是 这些ax呢 都是一些所谓的strictly increasing 我这里写afx等于ax吧 一个函数是strictly increasing 意思就是 x小于y 我就是fx呢 是小于fy 那这个当然是大家应该也是熟悉的一个 它是递真的 它是递真的 那这个你对于基本的那些n方啊 是对的 这个大概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再复杂一点看的话呢 事实上也是蛮啰嗦的 蛮啰嗦的 我写在纸上呢 要写一页纸才将这个命题简得清楚 那就是一个一个去看 有理数的时候对不对 无理数的时候对不对 那你无理数用limit 如果有理数对的话呢 这个小于等于大概没有问题 但是你现在绝对小于 strictly increasing 那又更强 所以那个又要小心一点 还是可以做出来 那还有第三个fat 我也不能证的 但是也是重要的 但是也是重要的 是什么呢 是 对 是那些 指数的这个法规 那大家在中学的时候呢 当然也学过嘛 指数的法规 就是axay就是等于a的x加y 如果你是整数的话 正整数 副整数大概没有问题 我就问有理数的时候 你有学过吗 你有证过吗 我还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其中一个功课就是做这个 我一直都觉得他对 但是为什么会对 我还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也不难 但是要小心地去看 就是要看得过去 那这些可能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都是有一些 我不叫老师 你们的老师会不会讲得清楚 我那个时候呢 我当学的时候 我觉得老师没有讲得清楚 但是我一直都用了 用到后来才发觉 是要小心看的 那如果有理书是对的话 无理书大概也OK 因为用限制来取代 就不是那么难 但是就是要确认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呢 是要去讨论的 就是这样子 第一步 我要看 事实上重要的是这一步 fx呢 是在x等于零这个点 我再来一次 我在右边写这个证明 这个命题 第一步 是fx呢 f是连续 x等于零 在零点它是连续 当你做了这个以后呢 其他就简单了 怎么看 假设这个对了 那我要随便一个x 那我是要看就是 这个x0加h 跟ax0 只要h很接近 很小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的差异 可以任意小 是不是这个意思 limit 连续 事实上 因为是r是整个区间 所以我可以用limit 就是limit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 那我不需要 仔细的epsilon delta 那你这个的话呢 这个差异 我要任意小 所以是 你利用刚才的那些法规 它就是ah-1 那我需要的是limit h向0 limit 是这个东西 而这个ax0啊 跟h根本就没有关系 所以它是个常数 我可以拉出来 剩下来的 不是就是f of h 减去f of 0吗 你的这个指数a 1不是就是a的零方吗 那这个东西 如果f是连续的 在刚才第一步所说的 这个东西当h去上0的时候 不是只有去上0吗 所以整个的差异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用这样写的 因为已经写了limit了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0 因为f是by这个第一步 第一步 第一步做完了 其他就做完了 那我就知道就是说 这个也是跟小h没有关系的 所以limit of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东西 就是f是对 f是continuous at x0 是这样 所以要做的是要做 第一步 第一步也不难做 第一步也不难做 我是用右极限跟左极限 来去看它 那如果你是x大于0的话 我现在要它小 要它接近x0 所以它小 那是这样子 那我就存在一个m 使得呢 就是这个x呢 是小于等于n分之一 应该有的 因为事实上是阿基米的原理 我们知道就是 那个x呢 是可以有一个m分之一 去逼向它 那当你越来越接近0的时候呢 你的m呢 是可以越来越大 是不是 那所以事实上那个trick就在这里了 就是我的a的x方 因为这个函数是strictly increasing 所以这个x呢 可能是有理数 可能是无理数 反正不管它 一定是这个样子 然后x去向0 就相当于我的m分之一 是这个m呢 是越来越大 那 所以这个是等于1 那这个呢 当m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这个m事实上是可以写出来的 m是等于x分之一的 这个有理数的部分 不是 是那个整数部分 高斯符号 那当x去向0的时候 就相当于这个东西去向无穷 而我们呢 是做过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 命题 任何的大于0的数的m字方根 这个数列都是要等于1 这个c只要大于0 或者是小a 我这里写c 一样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收链 这边呢 是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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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夹击就表示说我的limit ax呢 当x去向0震的时候 就等于0 by squeeze theorem 不写那么多了 不写那么多了 squeeze theorem 那所以这个是前面一个部分 这个是右极限 那左极限也没有太复杂 因为我如果是x小于0 那我就有呢 这个ax呢 事实上是等于 a的负x之方 所以我的limit x去向0负的话呢 就相当于就是 同样的 那个 a的负x的limit 那我令t等于负x的话呢 这个是等于limit的 a的负方 t去向0震 那分母有limit 是等于1 这个是刚才前面所写的 而分子也有limit 等于1 所以就是等于1 那我们的结论是 我的limit ax呢 就是要等于1 无论是右极限 或者是左极限 那这个就是a的零方 当我搞清楚这个limit以后 我就知道f是对x等于0 x0等于0这个点 是连续的 可以吗 那那个道理是这个样子 我要讲它是连续 意思就是limit afx是等于af0 现在是区间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 所谓简单的 这个等价定义 那我要做那个的话 我就用右极限 跟左极限去处理 好了 我今天就来到这里 2 4 5 5